肥通只是烤小腸不厌的吗? 不会啦,没办法的也不设计其他东西 不行,找个大人教我 最近天气不太凉,又有少少阳光 是野外BBQ的好时间 今天肥通就找来烫烤达人老板 和大家一起玩一下古怪烤烤 先来教大家煮较重型的食物 那我们现在教你烤原野胶外鸡 烤鸡之前最好做一个小时 用粗盐和山蒜泥为山鸡调味 想烤叉的方法比较特别 先将烤烤叉去头变成铁线 由左脚跟部插入 由边鸡翼尖位停 相反方向再做一次 这样做就会在鸡里面造成X型支架 好处是烤鸡在烤火之后 不会变形或者卷缩 火力烤得均匀,更容易煮熟 上烤炉前要留意 炭火最好烤成全霸 这个时候火力不太慢 但热力又充足 不会烤焦一只鸡 大概烤了20分钟 鸡就全熟了 用炭火烤鸡在大餐厅都未必吃得到 第二个教学是炭火烤大鸽鱼 去街市买一条大鸽鱼 先去内壮 但不要随鱼鱼 这样做就不易烤焦了 留意整条鱼都要塗上粗盐 尤其是鱼鳍的位置 要上厚厚一层 也有防烤焦的效果 想烤叉方法 一样是用烤焦叉造成铁纤 第一支铁纤由鱼腮位进入 鱼身穿出 最后插住鱼尾 令鱼身呈S形状 第二支铁纤由鱼口进入 贯穿鱼身造成支架 这样就可以放在火中烤了 留意的是要鱼头向下 令鱼水由鱼口流走 初学者最好选手掌这么大的小鱼 会比较容易控制火炉 大概烤了十多分钟 鱼就烤好了 要继续鱼怎么吃 就是继续鱼吃 像薯片般好吃